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国际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外界在这一次的习欧会之后纷纷解读中美关系有着非常大幅度的进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您邀请中国文化大学蔡伟教授 为听众朋友分析这一次习欧会之后中美关系的进展 前文后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蔡教授我们知道在IPEC会议结束之后12号举行了习欧会 那这一次的习欧会双方是不是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是不是有改善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呢 我想整体看起来确实是表现得相当的出人意外 跟以往比起来 对 跟以往比起来 甚至于纽约时报都认为这是达成了一个让人出乎意外的一些成果 那里面谈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台湾问题 全球软化 甚至于军事复兴这部分 那关于贸易谈判 关税减让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给大陆签证也会这个延长 延长到十年 对 人权 西藏其实都有谈一些了 所以这一次算是中美关系 当然用重大突破未必是非常的适合 但是确实是让大部分的人觉得 算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一次 双方的领导人会谈的一个结果 对 这一次的习优会 当然双方针对他们共同关心的地区国际议题 当然有深入交换意见 然后也达成了很多的协议跟共识 那刚才这个教授你也谈到 这一次的习优会可以算是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这一次的习优会有这样的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进展 我想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错综复杂 大家都知道的双方面有些基本的起见 那美方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 还有很深的期望对于大陆的人权发展表达的关切 这个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甚至于对双方面的经贸关系 大陆这个操纵人民币的汇率这些东西 过去都曾经有一些批评 但这次看起来双方面在差异的这一部分 相对的来说都没有太过琢磨 反而是在这个共识在互利的这一部分加强 所以中美关系错综复杂 那双方面其实都经不起这种冲突对撞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也提出所谓这个信心大国关系嘛 那希望美国方面 当然就是不冲突 这个要相互尊重 要互利共赢这些东西 这些主张基本是在那个地方 那这些年来经过多方的磨合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对话机制 沟通的管道有几十个 包括前一阵子推动这个情剧与战略对话 这些东西可以看出来 双方面朝这个互利共赢 相互尊重的这个方向 在进一步的发展 深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从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也应当抱着一个乐观其成的态度 乐观其成为什么 事实上过去两岸 甚至于美国的学者 都做过很多类似的研究 美国从1972年以来 上海公报以来 他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对台湾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三个公报 一个法案 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 还有八一七公报 对台湾就是台湾关系法 来规范美国对两岸之间的关系 那基本上他就是认定一个 温和理性改革开放 具有安全感 融入国际社会 接受国际行为准则的一个强大的中国 合乎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个用白话讲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 美国希望中国大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 逐渐的融入国际社会 接受国际主流价值了 那在这个近几十年的发展的过程中 当然跌跌撞撞 也有一些摩擦 关系好好坏坏 尤其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常常美国就出现一种情形 叫做China Bashan 就是鞭打中国 那那个候选人呢 就常常把中国当作一个issue拿出来 批判 但是到了他选后以后 他又要回到这个钟摆 又回到中间点去 所以我们过去的研究显示 就是只要不是以台湾的为代价的话 其实我们应当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 所以这一次的欧习会对台湾的问题 基本上还是维持这个中美双方维持以往的论调 还是各有各的立场 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也常常看到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 在这个全球 当然美国常常讲说 中国大陆战略发展 他不能够确定 他的发展方向 他的意图他不够了解 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多做澄清 但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我是觉得美国越来越认识到 随着中国大陆 这个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成长 美国必须跟中国大陆进行更广泛 更密切的交往 我们知道就是台湾在所谓的中美关系 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影响力是在逐渐的降低 甚至于是变远化 我们也发现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中美互动的过程之中 美方都不愿意主动的再去谈这个所谓的台湾问题 那反而是中国大陆每次都是 一定要提起来 曹克心里如意都希望美国在重申他的立场 对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 所以你看这次欧巴马跟习近平在会谈的时候 他还是重新讲的这个美国坚守一中政策 美国叫一中政策 大陆叫一中原则 是稍微有点点用词的不同 但是他也当然也提到台湾关系法了 所以从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希望这个乐见 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往正面方向发展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当然他们往正面的发展 不能够以台湾的利益为代价 刚才老师也谈到了新型大国关系 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很积极的 在推新型的大国关系 即使是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好像反应并不是太热络 那为什么在今年的习优会 美国突然觉得说 这也是可以操作的 因为其实我们了解这段过程的人 就是中国大陆一直在推新型大国关系 那美国就不愿意去回应 因为这个有时候讲起来很好玩 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美国讲说是重返亚洲 那就中国大陆的学者蒙起头来 就全面的去分析了解研究 美国这个重返亚洲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中国大陆提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导过来就为美国的学者蒙起头来 就是要去彻底的了解 什么叫做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那中国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东西 有一部分的媒体又提到所谓的G2 就是从以前的G7到GA G20现在到GA G2这个东西有好有坏 G2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承认中国的这个区域强权 区域大国区域强权的这种份上 这种实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方面也有一些顾忌 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变成了 两大强权的话似乎又让中国大陆 跟其他的所谓第三世界 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广大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的 其他成员国脱离了群众 中国大陆对这方面也有一些顾忌 那现在到这一次欧习会 这习欧会会谈的结果 看起来是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 基本上是建立 美国接受承认这个东西 那G2似乎是在成形 当然这种事就像我前面讲的 有好有坏 那中国大陆讲的这个叫做 新型大国关系 我印象里面第一个就是 这个不冲突 第二个不对抗 相互尊重 对 不冲突不对抗这个很容易理解 相互尊重问题就在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不冲突不对抗这个很容易了解 就是大家都要和平发展 相互共赢 双赢这个也是好事 就是相互尊重这一部分 言外之意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不够尊重 言外之意是美国对中国大陆不够尊重 那习欧会之后呢 对他希望赢得美国的尊重和肯定 美国必须接受中国大陆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大陆世界区域强权 中国大陆有权力寻回中国历史的光荣 这个就是习近平念之在之的中国梦 可是习欧会之后 他念之在之的中国梦有很大的进展了吗 他得到他想要的了吗 我觉得当然中国大陆从邓小平以来 他有十六字方针 就是韬光扬灰 绝不挡头 永不称霸这些 现在就比较更进一步的强调 有所作为 他一方面要韬光扬灰 但是一方面也要有所作为 要配合他的实力 要组件的成长 他在国际上可以扮演一些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大陆 他当然也希望展现他的实力 对于这个不合理的国际行为 或者是国际架构 他要表示意见的嘛 以前这个架构都是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他们所设定的 那中国大陆 那其他的国家以前 没有权力表达意见 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强起来了 但他觉得 他对这个不公平的国际社会 国际架构他应当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个应当获得尊重 所以又回到这个 这个所谓新型大国关心里面的一个 相互尊重 那中国大陆他要扮演一个 力所能及与他国际地位相当的一个 国际角色 他不愿意承担 自己所不应当承担的角色 因为美国把他搞成基兔的话 说不定就栽赃 叫他负担 他不应当负担的责任 他一方面他坚守和平共处五原则 这个不干涉内政 和平发展 这个和平解决争端这些问题 不侵犯别的国家主权 他一方面要坚持这个东西 但是一方面他又要 适度的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国际规范的制定 这个都是中国大陆目前 正在努力加强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这一次的学会 看起来这个国内的报纸 就提到了这个确立了新营大国关系 第二个是中美共治的时代来临 我想你说他错也没有错 但是可能jump too fast 得到这样的结论 还延迟过早吗 稍微快了一点点 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后续的发展 但是基本的方向 是往那个方向走是没有错了 所以我们从这次习欧会 所得到的一些结论看起来 美国是不是也做了蛮多的让步 对很具体的就是说 你看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在这一次的从协会上 美国没有在战中问题上 香港战中问题上 表达太强烈的立场 这个大肆的抨击中国 在人权问题上 他也没有过度的强调 用那种标准来指责中国 对不对 同意跟中国大陆 在简离简探这一部分 做出重大的让步 那对中国的这种签证 大幅度的放宽 这个都是美国做了一些具体的让步 我刚才前面讲的是软化 贸易谈判 对 要加快这个双方面 对 看媒体上讲说是 牵涉到几百亿的那种金额 双方们都做了大幅度的承诺 那关税延让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其实讲个例子 可以大家就感受会更深一点点 当然我们知道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会对中国大陆的人权 他的政治改革 一直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对不对 美国有受批评 有受不批评 有受是高调指责 有受是低调 默示 问题还是在那个地方 那美国之所以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都是出自于他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 那我知道这一次 像奥巴马要到大陆来跟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都去过美国 跟美方在行前在会前做过沟通 做过很多的沟通 做过沟通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那个美国的高层官员都在会谈的过程中 连香港这个资源他都不愿意去提 就是以前就批评 常常就批评中国大陆这个不好 但是在目前 你如果说是连这种事情 美国都非常的自我节制 这代表什么 你就可以想象的出来 这次的许欧会 他就是要营造气氛 创造条件 他如果在奥巴马到中国大陆之前 如果美国国务院或者是美国总统 高调的支持香港的某些行动 批评中国大陆 你觉得这个气氛会有多好 对不对 就没有这一次这么好的气氛 据我知道的就是美方连谈的问题都不愿意去碰 都连香港这两个字眼他都不愿意去提 他只是抽象的提一般性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美方是相当的自我节制 希望营造很好的气氛 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这次习欧会上达成继续的成果 习近平其实这几年 他声望慢慢升高 那其实欧巴马到北京来之前 那其实他国内的选举其实不太好 我跟你讲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所有的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All politics is local 所有的政治都要考虑内政的因素 欧巴马他目前 在美国其中选举遭到严重的挫败 他的民意支持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他可能想要在外交上 在习欧会返回一城吗 对他想要在外交上 有一些具体的成就 来凸显他的实证成果 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原因 可能的 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变数 他回去美方 尤其是国会 会不会有更多的批判 这个当然 那是属于美国内政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一次习欧会之后 中美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们有什么后续可以观察注意的 我要这样讲好了 我们也不必 尤其是从台湾来观察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不必过分 我们要关切 但是不要紧张 中美关系的改善 对我们未必就是一个坏事 中美关系 但是我们也要用平常心来看待问题 中美关系好 好到不可能水乳交融 坏到不可能破裂 那他们这个结构性的矛盾 还是在那个地方 不同的价值观念 不同的社会制度 还有彼此之间有合作 有竞争的地方 那我们很简单的讲就是 双方面的关系是斗而不破 现在斗的这种成分 是大幅度的降低 那就是双方面 就是在合作中会有摩擦 合作中会有竞争 竞争中会有摩擦 摩擦中会有增值 但是会搞到不可收拾的可能性 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为就其实际 我们回到根本就是 双方面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 承担这个对抗的结果 这个只要合则两利 这个分则两害 斗则双输 这个是双方面 从政府到民间 到意见领袖 大家都有共识了 所以我们用平常性 来看这个事情就好了 他们关系是在改善 这个不是个坏事 对两岸关系 对区域安全 这个都好 但是他们能够 真的好到水乳交融 然后就像美国跟英国 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关系 这个也太有点 吃人说梦 不切实际了 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文化大学蔡伟教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深度的分析 在昨天举行的喜优会 我们非常谢谢蔡教授 好 谢谢 谢谢